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这一堂课我们教大家做一个提拉米苏宝藏茶 它是我们冬季新品刚出的一款热奶茶 是非常的好喝的 我们首先取一个500毫升的杯子 我们在500毫升的杯子里面放入我们一勺芋头粉 这个芋头粉主要是用来做素成版的芋泥的 放一勺芋头粉 然后我们少量加点热水把它搅匀 芋头粉跟水的比例是1比2 芋头粉是1,水就是2 少量的把它搅匀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放一勺奥利奥饼干碎 再把它搅匀 然后把它涂抹到你的杯子的杯壁上 给它做个挂杯 芋头粉是一勺 然后跟水的比例是1比2 我再重复一下 挂杯完了以后 如果有条件的学员们 可以再放一点小预言在底部会更好 但是我这一杯我就没有放 有条件可以再放一点预言 这个时候我们把杯子拿到旁边去 我们再取一个500毫升的雪克杯 在500毫升的雪克杯里面 加入我们的提拉米苏粉45克 我们加入提拉米苏粉是45克 然后我们加入完45克提拉米苏粉了以后 我们加入我们15克的清淡型的奶精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都加入好了以后 我们就加入大量的热水 把它给搅匀 我们这一杯做的是热饮 这个是冬季热饮 我们把它搅匀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水容量是不够的 对吧 我们这一次总量只做450毫升就行了 不需要做到500的 如果我们剩下的不够怎么办 我们剩下的再加热水和冷水一起 把它变成450毫升 大家不要全部都放热水 这样会很烫 客户没有办法喝 然后现在我们是总量是450毫升了 它里面也是很热的 我们做的是热饮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450毫升 做好了奶茶 直接倒入到杯中就行了 我们倒入八分满 倒入八分满到杯中 然后我们倒入八分满到杯中以后 上面我们就拿我们这个奶油枪 然后把它奶油给它系上去就行了 大家系这个奶油的时候 一定要一圈一圈的打 这样打的会比较好看 我打的只是一般般 相信有学员打的应该比我会更好看 然后我们都打好了奶油顶了以后 上面我们撒上奥利奥饼干碎 我正好这里没有奥利奥饼干碎了 就随便拿其他的牌子的饼干碎代替了 撒奥利奥饼干碎会更好吃 然后我们在旁边再加一个奥利奥饼干 加一个整的奥利奥饼干 大家这样看一下 这样我们一杯提拉米苏宝藏茶就做好了 它的整体口感是非常的笑容 非常的好喝了 是冬季热饮哦 好了 这一堂课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关注我教你做更多的奶茶音频